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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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前兩週的課 我想大家至少對於商標的重要性 有一定的這個概念 那上週謝明洋謝老師也讓大家了解說 如果我想取得商標權保護的時候 我可能有哪些要件需要注意 要符合怎麼樣的一些法規上的要求 那原則上這樣子的一個制度要求 就是要有明顯的一些區隔性 就是讓人家知道說 你是作為商標使用的等等的一些 該有一定是要件 大概各國的要求都差不多 那這一週要跟同學討論的 就會是一個這個國際保護的問題 那可能等一下會有一些前提問題 大家先可能要想一想說 欸為什麼在這門課裡面 我們要排一個這個國際保護 我們已經知道要 如果要取得商標權保護的話 需要有哪些法規上要求 欸似乎我都知道啦 但是為什麼國際保護 我們要特別排一週 或者是其實我覺得 還是想拉出一個問題 因為這張投影片 大概是我這幾年 這一年啦 在很多制裁相關的課 我大概都會用這張投影片 就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為什麼國際保護會是重要的 為什麼這個這一學期 這個謝梅亞謝老師跟我這邊會開商標 在通識開這一門課 那同樣的有可能我們有考慮下一學期 再開一個跟專利有關的這個議題 從這張圖片 同學可以去想見或回這個回應前兩週上課 我們提到的商標權或智慧財產權的這個重要性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一個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等一下我們會稍微提WIPO 他做的一個這個統計資料在2017年 那台灣幾乎不太出現在WIPO的所有的報告或統計資料 主要的原因會是與這個國際地位的一些關係 我們並不是WIPO的一個這個成員 所以一般的這個統計資料裡面 很少看到台灣的 關於台灣到底在國際間我們的智慧財產保護的 一些這個狀態是怎麼樣 那很難得這在2017年針對於某一些產業 WIPO做了一些這個調查 想告訴大家說智慧財產為什麼是有價值 他的在整個產品的這個價值所扮演角色是什麼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我截圖截的是那個smartphone 就是智慧型手機 而且我就是直接截這個對Apple iPhone 7的這個圖 那大家從這個圖裡面也可以看到 整個蘋果的這個iPhone 7的這個手機 如果他的價值就是這個圓柄的這一塊的時候 可以看見蘋果本身所佔有的 就是他所他的這個擁有的這個資產 或在整個蘋果的整個價值鏈裡面 他得到的你可以說他得到的收益吧 他到底享有的那個價值到底有多少 可以看到蘋果本身就是佔42% 應該是最大的這個一塊 那可以去看的就是很 我剛剛提的很少出現台灣的這個部分 就先不用管他上面怎麼樣去界定那個 這什麼中國之間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到台灣很難得的出現 而且他這邊就寫了3% 也就大家如果對於整個台灣的一些大環境 去了解的時候 你可以了解我們很多很多的公司企業 或你們周遭的很多朋友 我們大家都是或許跟蘋果的整個供應鏈 是有很密切的關聯性 然後他甚至創造了可以說很多的就業機會 照顧了很多家庭 但是然後蘋果打個噴嚏 iPhone賣不好 然後大家就是說鴻海可能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這個很多的這個營收 我們大家預測會是不是很好 但如果大家仔細去看就會注意到 為什麼蘋果本身 他可以佔有這麼高的獲益 可是整個蘋果手機的製造過程中 最辛苦的活是誰在做 會是這邊比較少的3%1% 甚至在台灣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邊其實某種程度 為什麼蘋果會有這麼大的一塊的 這個利潤的這部分的話 其實就會跟上禮拜謝老師 還有這個第一週我們請了這個Microsoft 微軟跟大家破題所要強調的一個這個概念 就是品牌本身的一個價值 或他對於整個商品本身 就是他的這個重要性 或者是說這幾年大家可能可以去想 就是我會覺得在通識課開這門課 其實是滿有意義的是 未來在座各位 你們很可能都站在不同的產業開始工作 而且應該都會是台灣 或整個這個產業界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中間分子 我們試著想要傳達給同學的一個 這個重要的概念就會是在於 無形資產、智慧財產的價值 也就是台灣這幾年大家都一直在提說 知識經濟或者是說我們智慧財產價值 我們要產業轉型 但如果我們仔細去看這些統計數據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在整個產業發展的環境裡面 我們賺的還是非常辛苦的勞力財 無污染 然後能創造最比較高附加價值產業的 就業機會的那一環的整個產業型態 其實台灣還沒有走到這邊 那這個蘋果為什麼可以拿到這麼大的一塊 那當然中間第二塊裡面 有提到cost of material 也占了非常大 22% 那一塊應該是跟專利有關 我就是看了一下那個WIPO的報告 他是跟另一種這個智慧財產權 而且也是一個美國很重要的一個企業 他所擁有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專利 就可以讓他在整個蘋果手機裡面 他一下子就是把22%的這個價值跟這個利潤 他就給他抓走 那台灣這麼多企業 我們賺的確實是一個這個辛苦財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去想見 蘋果這一塊他沒有 就基本上他的最重要的 就會是他的這個商標的價值 上禮拜謝老師所說的 所以從這一個這個圖片 就可以去回應一個跨國的企業本身來講的話 其實商標他可以創造很多的這個價值 那下一個就是進入到 然後到這個國際保護之前 我大家先用這一兩個例子 來跟大家做說明 那另外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同學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可能多數同學大家沒注意到 或注意到的大概也是比較風花雪月的 什麼王子復仇記 這個有錢的家族又開始大方二方幾方 又開始吵架之類的 但是制裁老師大概看到的點就會不太一樣 就很早以前我就開始注意這個新聞 這新聞是那個長榮集團的哨動 我不知道同學知不知道這件事 就是原來長榮集團裡面的 就先不要關幾房 總之就是他裡面的這個 這個其中一位這個少東 就是長榮集團裡面的這個公子 他經營的這個長榮航空一直做得還不錯 那後來父親過世了之後 那就是因為一些經營權的這個關係 所以後來這位這個張國榮先生 他就離開長榮集團 然後自己出來 因為他的專業本身就是航空相關的 所以他就是要創立一個這個新的航空公司 那目前應該都在ungoing 那整個新聞其實引起我注意的會是他 終於經過一段時間的層級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比較重要會是 這個投影片中間的這一段 就是很抱歉那個字比較小 我是把他截圖下來 如果同學有興趣你們上網看都可以看到這個新聞 他在2016年11月的時候正式開了一個記者會 而且在那之前其實新聞都出來 但是2016年11月底的時候正式宣布說 我要成立一家新的航空公司 而且我看航空公司的名字 星宇航空都講出來了 但比較特別的是他沒有想到要去申請商標 大家可以去想見 當你要經營一個所謂的航空公司的時候 你的航空公司要飛到什麼地方 他不是只有停在台灣 他一定在全世界飛來飛去可嗎 所以就第一個想到是說那你要如何保護你的資產 你有很好的這個航空公司的機隊 你的空服員的Service全部是一流的 但是也就是說大家可以去想見 回應到我剛剛所說的 我們整個企業的這個經營者 本身大概還是比較把那個有型的一些固定資產 會放在他整個Business的Plan Business Plan裡面的這個最優先的這個地位 他並沒有把智慧財產這件事 放在一個很重要的這個Priority 那我們最後面應該有時間 我們可以用Apple 再回來用Apple的一個這個iPad的例子 來去做一個這個對比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在11月底的時候宣佈成立這個航空 然後很顯然的他沒有去申請任何的商標 還沒有想到說 那我是不是要先把這個名字 先把這個商標給他註冊下來 那結果就有人在12月2日的時候 某個旅行社台中的旅行社 這個松林旅行社 他就是用新旅去註冊了商標在台灣 然後而且就是這個包含的這個類別裡面 因為他既然是旅行社 所以他包含的這個類別裡面會cover到 這個新旅航空以後想經營的這樣一個項目 所以同學可以去想見 這個商標或品牌經營的這件事情本身來講 為什麼他是重要的 他不是在你公司以後很成功很發達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才在想說我要好好的去經營 而是你在想要在這個推出一個新的產品 或者是你公司有這個新的這個idea 或你要創業支出的時候 其實商標就已經開始必須要開始去做一個這個準備 那這個個案大家同學可能可以去想見 其實當時這個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而且我心裡就在OS說他這個法律團隊 怎麼沒有注意到商標的這件事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他就不應該以這麼在商場上 這麼有經驗的一個這個商人來講的話 他不應該要犯這種錯 或者是這是一個從制裁老師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去看一個跨國企業本身 在經營他的商品 或者是他的這個business的這個activity 跟plan的時候 智慧財產絕對會是放在很重要的這個一環 尤其是連接到我們接著要跟大家討論的 整個國際保護 在某一些企業的形態 他一定是一個跨國性的這樣子一個狀態的時候 商標權的保護 你就是不能只有說 我在台灣註冊的商標就夠了嗎 你可能你的佈局就是要 需要更長遠一點 好 所以我試著這個用這兩個例子來跟同學 就是讓同學了解就是說 這個回應第一個是銜接前兩週上課的這個討論 就是說商標權他本身品牌的一個這個重要性 那我試著把他放到大家可以去想想台灣 今天我們很多的這個產業結構 或者是為什麼大家都很辛苦的賺 可能這個薪資會很難提升的 這個很重要的這個原因其實從蘋果iPhone7的那個 WIPO統計的資料大家約莫可以了解 就是我們很努力的大家 努力所賺的就是那個3%的那個部分好嗎 所以要有這麼多的就業人口去share那個3% 跟蘋果本身拿到的那個percentage是非常高 那他的這個工作人員相較之下是比較少的 而且賺的是勞利財這個會是第一個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如果我們不重視智慧財產的話 他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蘋果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他也沒有去 就他當然有一些研發人員 但很重要的價值品牌價值就是 價值會是在於商標的部分 那第二個例子就是往下再討論說 在某一些企業當有跨國性的一個 這個發展的可能性的時候 你的商標註冊可能就不能只局限在一個國家 好 那這個往下開始在討論之前 我們第一個可能就先問 雖然我剛剛的這個兩個例子大概也帶出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商標要有國際保護 也就是說其實我就看看我要去哪邊 這個經營這個商業活動 我只要想在台灣做生意 那我在台灣申請商標就好啦 為什麼這門課要特別排一個國際保護的這件事 同學就可能可以慢慢想見同學說 老師我以後也不我也沒辦法 我沒有一個副爸爸 所以我無法像張國中一樣弄一個航空公司 所以我似乎不需要到很多國家去申請商標 真的是這樣嗎 一定要張榮這個張國榮 或者是一些這個跨國的大企業 像鴻海這種企業 才需要考慮國際保護的這個問題嗎 同學可以去看 想見我這邊除了蘋果 我們先把它踢掉這話 我另外兩個截圖我找出來的是一個是Amazon 他是一個網路交易的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產業 那另外我是去找的那個遊戲軟體 可能在座有些同學如果有玩一些線上遊戲的話 或許會比較熟悉 這個不是老師熟悉的 所以老師花了一些時間 努力去找一個適當的這個圖 來給同學看一看 同學可以去想見未來同學 部出校園的時候 你們從事的這個工作職業本身有無限的可能性 有可能你們會自己成立工作室 然後或者是你們自己在家裡這個開發寫APP 然後就是做一些透過Line 或者是透過一些比較知名的一些這個 企業本身去行銷 你們所寫的一些APP 或者是你們自己有一些idea 創意所做的一些這個商品 然後透過這一些的平台 網路平台方式去做銷售 也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見 在這個未來的這個很多的這個商業活動本身 網際網路絕對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商業活動 不管是大企業或小企業 那網際網路很重要的一個特性就會是在於 他並沒有國界 所以同學可能會去想說 我經營的這個小本生意 我只是想在台灣發展 先從台灣發跡看起來能不能做得下去 或者是這個以台灣為據點 然後再慢慢的往外去擴展 那在這種狀況你透過網路的方式 因為他的成本最低廉等等 這樣子一個企業型態開始經營的時候 商標權的國際保護就慢慢的跑出來的 回到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如果同學覺得是說等我以後 事業真的做起來了 然後或者是真的能夠有一番作為的時候 我再想想去其他國家去註冊商標 或者是再想國際保護的問題 商號這當然也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同學永遠記得第一個 就上了這個這一學期這門課 第一個同學要注意到 商標的經營絕對需要時間 可以理解嗎 就智慧財產永遠是他是花錢的 智慧財產絕對花錢的 因為你要註冊商標需要錢 然後但是這麼多智慧財產類型裡面 商標我個人覺得他很重要的一個 同學需要了解的一個觀念是 他需要時間去經營 你很難大概就是這個 第二天立刻就是你的商標變成知名 這個上禮拜謝老師透過那個圖片 讓大家看到這個在10年20年之間的 那個商標整個變化的這個關係 即便今天的蘋果或Amazon 大家都可以想見 他是需要去時間去做一些這個經營的 所以當然前期的投資他會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這個資本投入 那當然這個也會是 對企業來講是一個這個負擔 那當然端是你對智慧財產 本身的重視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即便是大家可以去想見 即便你們想經營的 未來你們想從事畢業之後 可能很多同學這個大家現在 越來越多年輕人想要去創業等等 可能你覺得你的創業我只不過是 這個local在地的去銷售一些東西 但是我一定會透過網路去做一些行銷 我可能也會去透過網路的這個方式 慢慢的我的知名度打出來了 那打出來的時候 可能有一天突然之間 你自己也沒有想到 你突然變成一個在亞洲地區 或者在華人社會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這個產業的時候 在或者很知名的一個這個 小額美的一個這個企業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才想要去做商標經營 這個商標權跨國的這個註冊跟保護的時候 有可能他就會是有一些這個 時間點上的一個這個落差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商標經營是時間的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去想見 假設航品要行銷在各國 像剛剛提的這個例子 那個航空公司的這樣一個情況的時候 他要申請多少國家的這個商標 就這邊大家就可能去想說 哇老師這樣子講好像的確是 所以這邊就說那要這麼多商標好麻煩喔 智慧財產制度難道不能就friendly一點嗎 讓我們這邊想要申請 這個只要申請的一個這個商標之後 我有沒有可能拿到一個國家的商標 例如像這個台灣或者是美國的商標 大家可能會想像中他是這個很大的這個國家 我去申請了拿到了這個這個歐洲的商標好了 因為歐洲的這個國家別很多 歐盟那邊我去申請了一個歐盟商標 或者是我在日本註冊的商標 我不能夠走遍天下嗎 就是拿了一個商標之後 就到很多這個地方去行使全力 我在台灣註冊了商標 然後透過網路的方式去銷售我的商品 結果後來發現在美國 某一個網站的這個經營者 或某一家商店本身 看到我的商品具有這個很好的知名度 我可能行銷是跟台灣的茶葉 或特色的一些這個文化 茶的這個茶飲相關烏龍茶有關的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商品 假設老師隨便舉例子是肥皂相關等等 那結果受到大家的這個喜好 就說覺得這樣一個商品本身養生 然後又環保各方面 結果突然之間我在發現在天涯海角某一個地方 有人也用了我同樣的這個商標 然後也是在賣相同跟近視的商品 那在這個時候我可以拿著台灣說 我有註冊商標 我在台灣已經註冊商標 我可不可以去美國跟日本告他 這邊在商標或者是所有的 智慧財產權制度裡面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原則 往下我們會稍微花一點時間 讓大家了解 因為同學從這邊去了解 才會帶入說為什麼國際保護的 這樣一個程序會是重要的 也就是在所有的智慧財產領權領域 商標當然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重要基本原則就是所謂的屬地主義 跟所謂的獨立原則 那什麼是屬地主義 他很簡單的直白的來講 就是一個國家所給予賦予的 智慧財產權保護商標權保護 你的權力範圍只有在那個國家 就是在那個土地範圍裡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基本原則 也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只有申請註冊 取得了台灣商標權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告別人說 你侵害我商標權這件事 你只能在台灣大聲的講 去告別人起訴提起訴訟 即便是同文同種的這個中國大陸 或香港或者是甚至日本美國等等 你能不能拿著台灣商標權 想要去那邊起訴 答案就會說不可以 因為智慧財產權有所謂的屬地主義 所以同學就可以去想見回到我們剛剛所說的 如果要是經營一個網路的這個遊戲的 這樣子的一個平台這個事業 而且我的這個玩家是來自全世界 那我也有這個企圖心 希望有一天我能夠在其他國家 都能夠有一些這個據點 或者是有一些紙銀店等等 有一些實體店面的時候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可能就需要去考慮說 我是不是要在我未來的target market 我未來的所謂的目標市場去申請商標註冊 那為什麼要註冊這麼多商標 只有一個國家或兩個國家夠不夠 答案會是說不夠 因為智慧財產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屬地主義 那第二個重要的一個這個原則 其實跟屬地主義是連結在一起的 就這個原則是在國際公約 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建立 我們後面會提巴黎公約 就是同學可以看一下 那第二個重要的跟屬地主義有點關聯性的 一個基本原則就是獨立性原則 就獨立原則 也就是說既然每一個國家的商標權 都是各自獨立的 他也代表的就是 而且只有在自己的這個國家內 能夠主張權利的這件話 他也代表的是你的這個智慧財產權本身 不同國家的商標權本身 他彼此是沒有關聯性的 就是大家是各自獨立的 所以也有可 這邊所帶出來就有可能是說 我同樣的 假設這樣剛剛所提到的 新宇航空的這樣子一個這個個案 他去很多國家去申請了這個商標註冊 那後來這個台灣準了 台灣現在這個就是還在進行意義 還有一些程序還在進行 那如果他去日本準了 然後美國也準了 在其他國家準了 那這個時候他會不會影響 台灣這邊的商標註冊 答案就說不會 因為每一個國家大家都是各自獨立的 也就是概念上我們會說 他就是不同的商標 他是美國商標就是彼此是 你可以說他就是沒有關聯性的 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 可能我又再帶一個這個例子 我不知道同學有沒有注意到這個例子 就是在幾年前台灣大概也是 就是有被高度討論的一個這個個案 就會是當時的那個我們的那個算是台灣 就大家喜歡講台灣之光 就是我們的那個吳季剛設計師 他在美國發展 那後來他的這個品牌 因為這個美國總統前任總統 這個歐巴馬他的這個夫人 本身在就職典禮的時候穿上了 所以後來就是整個知名度各方面都受到重視 所以他就當然就註冊了一些這個商標 那在這個個案本身他其實就可以點出 所謂的屬地主義跟獨立原則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這個概念 大家可能可以去想一想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屬地主義跟獨立原則 這個大家先記在心裡 那我們就帶到這個例子來跟同學這個做討論 那這個個案本身就是吳季剛本身 這個同學知道吳季剛嗎 好吧如果不知道的話請你們 可以再去找一找 我一直鼓勵這個就是那個 大學生就是你們可能可以多 因為我老師的概念一直覺得 大學生你們已經是一腳已經踏入社會了 你們未來大學四年 除了少數大家還會在研究所 但是你們基本上已經是 一腳已經踏入社會了 所以你們可能對於一些 然後你們踏入社會 可能多數的無可避免的人 一定是會進入某個企業體 或者是自己創業也好 但是你一定會開始參與社會的一些這個活動 所以可能同學要開始慢慢去了解一些 商業跟產業的這個活動 以後他就會變成你工作的這個一環 就是除了一般網路的一些這個資訊之外 可能同學盡量的多方的去做一些接觸 好吳季剛這個個案大家可能可以 如果不知道的話就總之他是一個 知名的一個這個設計師 那他的這個品牌本身就是因為兩任這個總統 就是就不是兩任就是那個歐巴馬這個總統 他前後兩次的他夫人兩次的舊職穿著他的衣服之後 這個爆紅 那當然台灣的這個前總統的這個夫人 也穿了這個衣服 所以他有一些這個知名度 那這個個案本身大家可以看到 吳季剛本身他原先他就是 就是他在各國都有申請這個商標權 那他申請的其中一個這個商標權 就是那個所謂的Jason Wu 就是他的名字 然後在台灣註冊了 在各國也都註冊也都準了 那幾任的這個比較知名的這個國際的隱形 或者是政治人物的這個太太本身穿的衣服 大概在早期都是穿這個Jason Wu 的 這一個品牌的這個衣服 那除此之外他自己也創設了 因為商標上禮拜謝老師提到了 你商標註冊你可以用文字 也可以用一些圖形 所以他另外也申請了一個這個商標 是貓頭鷹的這樣子的一個這個造型 那接著這個他就慢慢的 大家可以去想見 事業的品牌開始這個越來越多的時候 他可能會想要針對他不同的商品 開始去劃分不同的市場 所以他又在申請了一個負牌是 Mis Wu 的這樣一個這個商標 就這個負牌本身一般 就是他原先的這個產品設定本身 就是他的價值是比較屬於中低價位 就是不是這麼昂貴的這個商品的這個部分 所以從這邊大家從這個個案 第一個可能也可以看到的是說 當我經營一個公司的時候 很可能我申請的商標不會是一個 可怕我可能是好幾個 然後第二個也會是 當我公司的產品生產線的時候 我過去一開始發跡的時候 可能是以什麼高品質或者quality很好 然後單價可能是不低 但是我有我的社群就是我 我講的是那個講求是test的 這樣子的一個企業的形象 所推出的這個商品 可是慢慢的你發現說 欸 取高何寡 我發現有一些可能普羅大眾 不是每個人都能買得起我商品 我希望創設一些負牌 跟我的原來的產品能夠有區別 假設我用原有的這個商標的話 可能會稀釋我原來好不容易建立出來 看到傑森 Wu 這個商標就知道說 哇 這件衣服應該價值 基本上可能是有一定的價值 而且可能這個他基本上就大家就會覺得 他的品質各方面 他可能是手工訂製的一些這個禮服 就會有這樣一個想法 但如果我推出的副牌 也同樣用傑森 Wu 的這個品牌的時候 同學就可以去想見 以後穿在身上大家就覺得說 到底是穿便宜還低的 慢慢的就會把你原來高貴 好不容易經營出的 原有的那個商品的那個價值 可能會被這個稀釋掉 被帶入掉 所以在企業的這個發展裡面 你可以注意到很多的企業本身 他會針對著不同的商品 甚至有所謂的副牌 去切割他的市場 避免影響到我不同產品之間 我的定位跟一些這個想法 所以傑森 Wu 本身 他基本上也往這個方向去做這個處理 所以前面兩個商標註冊 至少在台灣的這個註冊都準了 也沒問題 在全世界各國註冊都準了 那比較有問題的就是這個 Miss Wu 這個 Miss Wu 本身 在台灣的這個註冊本身並沒有準 那我這邊找了美國專利商標局的 這個資料 可以看到在美國的這個商標註冊本身 他是就是他有商標註冊的這個資料 而且是在2010年的9月9號的時候 就已經這個有這樣子的一個這個資料 那台灣的這個商標註冊 他是比較晚的這個註冊的時間 會是比較晚 然後而且這個後來這個 Miss Wu 這樣一個商標註冊本身是被準了 那當然就輿論一片踏乏 尤其那個時間點 剛好不准法院不准的那個時間點 剛好就是這個前總統馬英九的這個夫人的 周美清周女士 穿著那個她的 Miss Wu 的副牌 因為那個時候國家的 就台灣的一些經濟狀況比較不好 所以這個總統就職典禮 她的夫人就說我們不要穿太昂貴的 我們穿比較親民的一些這個衣服 所以她選了她的副牌的這個衣服 來參加這個晚宴的活動 那所以某種程度你可以說 她就是免費的宣傳 就在那個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狀況之下 欸法院突然之間跑出來的一個判決結果 是說我們不准 Miss Wu 的這個商標註冊 那大家可以去想見 輿論界一定大聲踏發 所以這邊帶出一個問題是說 美歐國家都準了 就如果同學有興趣去找找相關新聞 所有新聞都這都提到的是說 美歐國家都準了 Miss Wu 的商標註冊 為什麼台灣不準 可媽那從智慧財產老師的角度 我們就會很直接說 Fine 美歐準我們不準 這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又不是美國殖民地 又不是歐洲殖民地 可媽然後回到智慧財產 很重要一個基本原則 屬地主義獨立性原則 美國歐洲所準的商標 那是他們準的商標 台灣的這個商標註冊本身 我們有我們需要去考量的一些這個因素 他是不是能夠符合 也就是說他雖然在某一個商標 在美國歐洲都準了 但是在台灣或在其他國家 能不能取得商標註冊 就要看看他是不是能符合 其他國家商標註冊的要求跟要件 所以上個禮拜謝老師就提到識別性等等的 這個一些的這個要求的這個部分 好 所以當然這個新聞出來了 所以這個媒體裡面 所以同學從這個上了這門課 大家知道說屬地主義上禮拜 謝老師也已經跟同學提了 然後獨立性原則 同學也理解了之後 你們再回頭再去看看這個新聞 就會一直想說 這個媒體裡面大家一面踏伐是說 美歐國家都準了 為什麼台灣不準 其實這句話基本上就覺得說 這是不太有道理的一句話 就是如果從智慧財產權的 屬地主義跟獨立性原則的話 其實大家每一個國家都有一些 他自己的財量的這個空間 好 那這個個案裡面 在台灣不準的一個這個原因 就會認為是說 MISS WU 本身他只是一個 這個姓名的姓氏的這樣子一個這個使用 那他並沒有所謂的這個識別性 也就是說大家看到MISS WU 的時候 就是這個大家如果等一下中間下課的時候 就是大家開始聊天 然後老師就直接在那邊喊說 MISS WU 可能班上有很多同學 大概就立刻回頭就想說 老師可能是在教模吧 可嘛 也就這個MISS WU 本身 他有沒有能夠達到一個 大家看到MISS WU 立刻就聯想到 吳季剛這個副牌商品的這樣一個聯想 能夠帶有這樣一個識別性 他能不能發揮這樣一個識別性的這個功能 是智慧局當時在認為這個商標註冊 不應該允許的一個很重要的這個理由 那雖然申請的這個時間 這個吳季剛也試著提了很多 像這個國外的一些元首夫人等等 他說這個穿的這些衣服的這些照片 來證明說MISS WU 本身 其實已經是廣為大家所知道的 這一點其實大家可以去想見 MISS WU 本身他確實透過 透過就他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名稱的一個這個使用 或姓名的一個這個稱呼的這樣一個這個狀態 但他可不可以作為商標註冊 其實答案會是說可以 不容易但是可以 不容易的原因就是剛剛所說的 他並不具有識別性 沒有辦法作為一個商標聯想像貓頭鷹 前張圖片的那個貓頭鷹 大家會覺得是你自己獨創的 所以上禮拜謝老師可能有提到 就是說這個商標的這個註冊的文字 或圖樣等等 他有一些這個基本的一些這個原則 像貓頭鷹這個部分大家也沒有問題 MISS WU 本身就是 他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個大家都使用的 這樣子一個名詞 你很難註冊為商標 除非前提就是 除非你經過一段時間的使用 能夠證明是說 大家看到你MISS WU 手可以想到的商品 就是他具有所謂的後天識別性 上面謝老師有提到了 就是讓大家可以聯想到 看到MISS WU 的時候 可以跟這個商品跟服務 他所提供的服飾相關的一些產品本身 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跟聯想 那這個時候他的識別性才出來 他才能夠取得這個商標註冊的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可能性 那這邊大家可能會去問說 老師這個美國歐洲都準啦 那台灣為什麼這麼僵化 等等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難道美國歐洲認為 因為外國人比較少MISS WU這個姓氏 所以他比較容易準嗎 比較特別嗎 上面還有原因這個基本上不是 就這個個案本身其實在 等一下我們或許看一下這個 或者稍微把一些資訊 也讓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說商標台灣 商標註冊的一些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考量的一些 這個時間點或者是說 那個識別性要怎麼判斷 本身他其實是有一些這個 關聯性的這個部分 所以至少他在台灣的 就第一次的這個商標申請 就MISS WU現在已經準了 那但是在第一次申請的時候 他確實沒有準 而且當時在訴訟上後來 我也把那個判決仔細去看一下 那個律師其實有很努力的去 去論證是說 其實MISS WU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姓氏 就從前一張那個投影片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 他也有申請貓頭鷹嘛 所以那個律師還努力爭辯說 其實我們選MISS WU 除了吳濟剛先生是 WU之外 其實我們還選諧音 因為貓頭鷹那個會叫 嗚 嗚 嗚 可怕 所以他就說其實 他已經有他的獨創性跟特殊性 我必須說我覺得說真讚 就說這真真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原先有這麼想嗨 但我看到判決那一段時候 我就覺得說 這主張還滿能說服我 發現我很容易被說服這樣子 就但顯然智慧局會覺得是說 這個MISS WU還 就單純大家很直白的看 因為他畢竟不是一個聲音商標 可怕他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這個文字跟圖形 這樣一個這個商標 而且他就是很直白 他也沒有一些這個字體的一些這個設計等等 所以基本上就就是智慧局會覺得 他的識別性等等 他是一般的名詞 那同學可能永遠去想 智慧局採取這樣一個標準 其實智慧局的角度在某種程度 他是代表社會大眾 公眾去審查這樣子的一個商標註冊 因為大家可以去想是 MISS WU如果是可以讓他取得商標的話 他也代表了這個名詞就已經被這個吳季剛先生 至少在衣服這個領域裡面 就只有他可以用 因為智慧財產權就是某種程度 有一點點就商標雖然沒有這麼強 但某種程度他就是支持一家別無分號 我一旦準了你之後 就代表他會影響到其他社會公眾 將MISS WU這樣子的一個turn 或這樣子一個標示本身 用在商業活動上 尤其是在跟服飾有關的 所以智慧局想要做的這個工作 不是智慧局在打壓台灣自武功 或者是不知民間疾苦whatever等等 智慧局在某種程度 他也必須要從社會公益 或者從商標制度 就是我準了這個商標之後 第一個他能不能符合要件 第二個他在還沒有符合 似乎還沒有符合要件的這個情況之下 我如果準了之後 他會有怎麼樣的一些這個後果 所以當時的這個媒體都在講說是 就是這個時尚圈批判可笑等等 這樣一個情況 那最主要的一個這個原因 會是在商標註冊的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智慧局在判斷第一次註冊 就是第一次受理這個個案 在判斷MISS WU可不可以作為商標註冊的時候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把那個識別性 讓人家覺得你跟這個商品之間的關聯性 把他建立起來的這件事 你有沒有滿足這個要件 這個時間點判斷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是智慧局受理申請的那個審查的那個時間點 所以審查的時間點 其實在就是他是在 就是早於美國這個前總統 跟台灣的這個周明晴周女士 在穿這個衣服行銷 讓大家知道MISS WU的那個時間點 所以他申請智慧局 依照台灣的這個商標法本身 我們在判斷你有沒有值得保護 你是不是滿足要件的這件事 是以審查官在審查的時候 所以這邊大家就可以去想見 這個跟我剛剛所提到的 老師說如果我今天企業想做一些經營 我要提早申請商標 可是這樣子聽起來 如果商品還沒有很知名度的話 好像我的商標的取得好像是不太容易 是不是有矛盾 答案會說沒有 重點會是在於說 你所選擇商標那個標示 如果你選的是你自己有獨創的 像這個貓頭鷹 或者是你這個自己畫的一些 現在同學都很有創意 你自己所畫的一些圖樣 跟文字之間的一些組合 或者是你自創的一些文字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商標註冊他的識別性 他的區別性 基本上就是沒有太大問題 但如果你今天選擇的一個商標 是這樣子的一個像Miss Wu 就是一個比較這個 這個社會一般公眾會使用 如果單一顏色 上禮拜謝老師有提到的 這個識別性在乍看之下 他其實很難滿足的這種情況的時候 他就需要後天的長時間的使用 讓大家才能夠產生這個聯想 所以在還沒有那個聯想 還沒有使用 還沒有取得識別性那一刻 你就提出商標註冊的時候 的確會困難 因為智慧局在審查 你有沒有識別性的那個時間點 是以他開始做審查的那個時間點 那以吳季剛那個這個個案本身 依照台灣商標法的這個狀態是 他在當時這個送到智慧局 申請那一刻的時候 他的副牌其實才推出的 時間並沒有很久 至少在台灣還不是被這麼廣為人知 台灣不知道這個Miss Wu 跟吳季剛先生所這個設計的衣服之間 的這個關聯性 所以智慧局在審查那一刻的時候 覺得他就是真的是一個Miss Wu 無法給他商標權 那否則他這個可能會對社會功利 會有一些這個影響 那結果呢 這個吳季剛先生一定就 或者是商標申請人這時候都不高興 覺得說智慧局真是瞎了眼 我這麼好的這個國際這個知名品牌 台灣之光竟然沒給我商標 所以他就會去這個救濟 後續進入到宿院 然後就是說請這個上級的這個機關 再一次的檢視智慧局的判斷有沒有錯誤 那接著再到制裁法院 那制裁法院也再一次判斷說 到底智慧局當時的決定有沒有錯誤 同學如果記得聽懂我剛剛所說的那一句話 在後續的宿院跟法院救濟程序的時候 法官他所看的是說智慧局在當時那個時間點 當時那個時空環境覺得Miss Wu 還不夠有識別的性的這件事有沒有做錯 他不是以法院受理訴訟 因為在法院受理訴訟那個時候 剛好周米欽女士開始穿 就是有穿那件衣服了 美國的前總統的這個夫人也穿了這個衣服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見 智慧局在受理案件那一刻的時候 他還沒有那個識別性 但是接著往下再走的時候 他開始大量曝光知名人士穿起來 所以法院在受理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他其實識別性是有的 但法院可不可以自己說 那智慧局當時的決定是錯的 智慧局說沒有錯 我當時那個決定的時空環境是正確的 做了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只是現在的時空環境換了 所以在這個個案裡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這個制裁法院 當時針對他第一個申請案駁回說 不應該準商標註冊的時候 然後其實媒體就前一張投影片裡面 時尚圈批可笑 然後那時候智慧局的這個局長 有出來正式的這個說話 就是說其實這個吳濟剛先生 可以在台灣重新提一次這個商標申請 那因為他現在應該是透過使用的方式 已經有識別性 所以他第二次註冊確實是準了 好嗎 那當然準了 之前如果同學再去看那些報導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吳濟剛先生 他的母親就有批評 因為他們常年住在美國他就 他批評的一句話就是說 台灣的法律太僵化 太沒有彈性了 可嗎 但是從制裁老師我們就會覺得說 整個商標法 我們當然可能有檢討或修改的這個空間 但是如果依照整個法規 所有的商標個案大概都是 就是在後續的這個救濟程序本身 我們其實要審酌是 當時智慧局做那個決定有沒有錯誤 那後來的時空環境改變 能不能去句詞就是說 你當時做的這個決定是 智慧局的這個決定是錯誤的 而做了不同的這個處理 其實在後階段的法院程序本身來講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有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空間 所以從這個個案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說 每一個國家的這個商標註冊的這個程序本身 或者是他的要件在判斷時間點各方面 具體操作上有可能會是不同的 那這個回應到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個屬地主義跟獨立性原則 你就可以注意到是說某一個這個商標註冊的 如果同學有一天在業界工作的時候 你就發現是說美國、歐洲、日本都准了 我的商標權 為什麼台灣不准 然後如果結論很直接的就是說 智慧局就是那個官僚 不懂民生疾苦 不懂國際化 可能有一點點 然後法院是豬頭 所以這個蘇華老師我每次都要先自我承認 我對於公部門不管是智慧局 或者制裁法院都是有高度批判的 通常我是文章本來批判他們這邊做的不太好 那邊雖然我很想鼓勵 但是每一次想鼓勵的時候就發現說 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所以本來想鼓勵的文章 最後還是不免撇到了是說哪邊需要改正 就通常雖然我是比較批判性的 但是就這個個案的時候大家可以去想見 他其實在某種程度 這個老師不免要批判是說時尚圈覺得可笑 但是他是否了解商標制度的 這個屬地主義跟獨立性原則 那就是他們在時尚他們具有專業 但是至少在商標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恐怕如果沒有足夠的這個專業 這個智慧財產基本的一些概念不要專業 還屬地主義 獨立性原則還一個基本概念的話 如果稍有一點基本概念就會知道說 其實美國歐洲準了 so what 台灣有台灣的一些這個基本標準 然後還有這個個案本身 涉及到是比較細緻的商標判斷的一些這個問題 好所以這邊透過這個 這個Miss Wu 的這個個案就讓大家了解 是說那個屬地主義的這個基本的概念 請就是大家先需要了解 那了解之後往下再去想的時候就說 那這樣子聽老師這樣講真的有點麻煩 吳濟剛先生他要在很多地方都要申請商標 然後呢在這個 然後每個地方也不可能都不會準啊等等 然後如果是要經營什麼航空公司啊 或經營一些平台業者的話 要升級這麼多商標很不方便啊 那這個時候國際間有沒有一些合作 想辦法去打破屬地主義 或有一天有沒有可能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這個國際組織 或者是有什麼WTO啊 或者是有查大家聽過的一些什麼 雙邊貿易多邊貿易談判啊等等 那有沒有可能國家國家之間 互相彼此承認對方所核准的專 這個商標或者是智慧財產權 或者是說有沒有可能 今天一個很完美的狀態 我們有一天能建立一個 所謂的世界商標權 有一個商標註冊之後 可以在全世界走遍天下 老師我個人是覺得比較難度高一點 那歐洲算是比較特別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跟大家討論歐洲的這個商標 就是目前的歐盟在國際間 就是打破那個屬地主義的這個部分 建立了跨國之間 就是可以拿到一個商標權 然後可以走遍很多地方的話 目前就只有歐盟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歐洲聯盟本身 他在國際間他就是有他的一些特殊性 然後也就大家可以去想見 歐盟在某種程度 其他原始的想法是有一天希望能建立的 像一個美國一樣聯邦制 也就今天的德國法國 還有很多的這個國家本身 他們會希望最終 雖然我覺得這個目標 大概現在看起來也不太容易達成了 隨著英國的這個脫歐 但原則上他們是往那個方向在走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想見那個國界的距離 或者是那個隔閡本身 他其實慢慢的是在打破 所以在智慧財產的商標制度 也只有商標制度 跟少數的智慧財產權制度 在專利到現在都沒有 只有在商標制度還有這個設計 還有一些其他的少數的智慧財產制度本身 他打破了所謂國界屬地主義的這個繁民 他建立了一個所謂的 這個歐盟的共同體的一個 這個或者是單義的一個商標制度 你拿到一個歐盟的商標權 你可以在歐盟各個國家 歐盟的會員國裡面走來走去 我不需要到每一個國家去申請商標 它是一個雙軌制 你也可以在每一個國家申請商標 但如果你的商品就在歐盟要跑來跑去的話 你可以去申請一個單獨的一個 歐盟的這個商標 那跳出歐盟有沒有可能世界能夠 做到像歐盟的這樣一個情況 難度是有 難度是有的時候大家可以去想見 商標制度某種程度跟產業環境 還有跟一些這個國家的一些國情等等 都有一些這個影響力都會有一些差別性 像在商標註冊剛剛我們講的 那個miss Wu的這個情況 有可能他在西方國家本身 他比較容易姓氏 中文的姓氏 他比較容易能滿足所謂的這個 識別性的一些商標保護的一些這個要求 但是很可能在華人社會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不同的處理 那另外商標權保護本身 至少在台灣的商標法 或有些國家商標法裡面 也有所謂的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假設一個商標註冊本身 違背公序良俗的話 他不能夠取得商標註冊 那當然什麼叫做 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他就會是有很大的這個不同的一個認定 像這個這幾年我自己就覺得台灣的智慧局 我個人覺得智慧局的公序良俗認定標準 有一點點嚴格 像之前我看到一個商標註冊 但我必須承認老師的標準是寬鬆的 我看到一個是那個什麼東亞病資 他是這個商標註冊 他是作為維他命的使用 那智慧局就覺得說這個不太理想 但是我個人覺得說其實還滿有創意的 讓大家立刻就知道你要賣什麼 然後他還有一個商標註冊是 好像叫王八蛋吧 但他是賣蛋類相關的 但我個人覺得 就有一些我個人覺得是有一些創意 就有一些聯想 但智慧局可能會覺得說 這可能是比較不雅或怎麼樣 那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他其實會隨著時空環境的一些這個改變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見 每一個國家有他各自的這個 不同的這樣一個需求 所以商標的這個註冊保護 屬地主義能不能完全打破 我個人覺得他是有相當程度的這個困難 但屬地主義的緩和本身就會 就是說我們還是維持的屬地主義 但是每一個國家各自的商標權 都是獨立的這個狀態 那有沒有稍微有緩和一下 讓這種狀況能夠比較這個不要 衝突不要這麼大 或者是打破國界的這件事 有沒有其他一些緩和的機制 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國際間透過國際公約就是 剛剛有提到的 屬地主義所建立的這個基本原則 巴黎公約 這邊有寫出這個全文 大家同學知道就好了 那這個巴黎公約本身 他建立了智慧財產很多的基本原則 像屬地主義他重申 每個國家各自的這個智慧財產權 都是這個各自獨立 而且是各自就是你只有在內國 能夠發生效力 那同時他也建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制度 是所謂的優先權 去緩和屬地主義的一個 這個衝突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巴黎公約也建立一個 所謂的國民待遇原則 這邊我們可能就一併的稍微跟大家做說明 也就是說今天雖然是屬地主義 每一個國家的商標權都是各自獨立 但是台灣人到日本到美國 在其他國家申請商標 會不會是因為你是外國人 那個主管機關就比較嚴格的審視說 我不想讓這個 或者是台灣主管機關就覺得說 最好不要讓大企業來台灣申請取得商標 我要不要比較嚴格的去審視他的這一點 基本上從巴黎公約以來建立的一個 基本原則是國民待遇 不管是本國人外國人 應該都要平等的這個對待 好巴黎公約緩和屬地主義 很重要的一個這個基本原則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他所建立的很重要的一個制度 就是所謂的優先權 那什麼是優先權 我這邊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大家看一下這個例子 如果這個聽得懂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優先權的基本概念 就是在法律的名詞 我就不想跟大家提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假設真的有興趣的話 商標法20條就是台灣商標法20條 有提到優先權的這個概念 那但是我用這個例子 大家同學就能夠理解 那黑板上的例子是 牟甲在2018年1月5日的時候 他想用這個黑板上 我所努力找的截圖的一朵小花 用這個小花在德國申請商標註冊 制度這個是目前在國際間打破屬地主義 就是其他國家的這個專利申請案 或專利案本身 對於另一個國家的專利案本身 有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這個是優先權制度一個這個內容 那透過例子同學 大家稍微應該就能夠理解 就細節的我想就不用讓大家太了解 因為我覺得這個老師每一次說 通識同學需要了解商標的重要等等 但有一天你們要開公司 你們要這個智慧財產管理 或商標授權申請談判等等 請你還是要把這個工作機會 交給我們可愛的法律系同學 法律的專業來處理好嗎 所以很細節的這個優先權的這個 這個申請過程要主張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還是專業 就每個人有每個人專業 就是這個基本上蘇華老師 我是很替我們的法律系同學創造就業機會 就是大家這個不要全部都自己來 可怕要分工 好 優先權第一個我就舉的例子說 某甲在2018年1月5日的時候 他想用這樣子的一個花的這個圖樣 在德國申請這個商標 而且他也提出了這個商標申請 在這一天提出了這個商標申請 那這個某甲本身他想說 可是我除了德國之外 還想在其他國家申請商標 所以他就選了日本 他也想做這個商標註冊 那可是商標註冊 大家可以去想見 在不同的國家提出商標註冊的時候 其實很麻煩的一點就會是 或多或少還是要有語文上的一些準備工作 好嗎 即便商標最核心的就是那個花的圖樣 但是填寫一些表格等等 他畢竟還是一些日文的文件 你可能還是需要委託日本那邊的這個代理人 還有一些這個市場調查準備工作 看看是不是值得在日本申請商標 所以他可能因為有這樣一個準備的這個工作 同學可以去想見 他很可能在日本提出商標註冊 或是在2018年的5月15 才終於能夠在日本提出商標註冊 那原則上這樣也沒有問題 假設一切都很順利 就是日本、德國都各自准了商標 或者是申請了這個當中的時候 這個某甲突然覺得說 德國好像沒有什麼市場 根據他市場調查發現 申請這個商標註冊其實好像 他的商品在那邊也不見得會熱賣 所以他不想註冊了商標 他就把他撤掉也沒有關係 這個反正在屬地主義的原則 就是大家各自獨立的 那優先權要跑出來 為什麼要跑出來有一個重要性是 有可能在日本 不曉得是在這個某甲5月15號 申請商標註冊之前的這個 兩個多月的時間的時候 有一個某椅他剛好也是用這個 小花的這個圖樣 就是花的這個圖樣是有相同 或者是這個類似的這樣一個圖樣 而且這個某甲他這個小花的這個圖樣 他是想把他註冊用在香水相關的 這個商品 因為這個是那個LAVENTE 就是那個同學知道那個什麼花嗎 突然之間熊熊忘記他的中文 就是這個花他把申請註冊的 就是香水、香皂、肥皂等等 這一些這個什麼身體肌膚美白 這類的這個商品 那某椅本身不巧他也是用這樣 畫一個圖樣要來申請商標註冊 而且他用的想要把這個商標 以後要用在商品的類別上 剛好跟某甲本身是相同近似 那這個時候就會跳出來就說 日本的這個商標主管機關 他同時先後接受了兩個商標註冊申請案 剛好這兩個商標註冊申請案本身 他這個圖樣都很這個相同 或者是幾乎很類似 然後他們剛好要用的這個商品的這個領域別 也都很相近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大家就可以去想見 主管機關絕對不可能准 讓兩個甲跟乙的商標註冊全部准 准了之後就不得了了 市面上有兩個同樣是這個 這個花的這樣子圖樣的一個肥皂 或香水的這樣子的一個商品 但是他明明出自於兩家不同公司 兩家不同公司可能他提供的香水 搞不好價錢價差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一個這個差異 所以讓兩個商標都準的話 顯然一定會有問題 所以在商標制度裡面 或者是需要申請註冊的這一些 智慧財產權制度像專利權也是一樣 他的一個大的原則都是比第一 誰的時間早 誰的商標申請案就能夠往下走下去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 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某乙本身他是3月5號提出申請 然後某甲是這個同年的這個5月15號 很明顯的在日本這邊 已的商標申請的時間就是比甲還要的早 那甲這時候很跳腳說 可是我想用小花的這個圖樣 作為商標使用的時候 我在德國的時候就已經這麼想要這麼做 我在德國的時候已經是1月15 1月5號就已經提出這個商標註冊了 明明是比你的3月5號還要早 那某乙說對不起 基於智慧財產權的屬地主義 還有獨立性原則 你在德國的申請案是德國事情 跟我這邊日本的無關 他就會產生出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結果 所以優先權制度本身 他從巴黎公約建立的 他就是在解決這種狀況 也就是巴黎公約承認了 他打破了屬地主義跟獨立原則的一個 小小的這個打破了一點 就是說某甲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德國日本就是這個 基本上都是所謂的巴黎公約的這個締約國 也就是說商標申請人本身 如果他是在巴黎公約的締約國 本身已經先前提出了一個申請案 後來在其他的締約國 再提出申請案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可以以第一次申請的 就是這個德國申請案的申請日 作為日本申請案的申請日 所以同學可以去想見 他承認了是說某甲 他在日本提出商標申請的時候 他可以跟日本的商標局直接說 我要主張優先權 主張這樣優先權的含義就是說 一主張了就說我以我德國申請案的申請日 1月5號當作我日本申請案的申請日 也就是說假其實真真正正在日本提出的時間 雖然是5月15號 但是他可以援引借用德國的申請日 當作在日本的申請日 所以在這種情況 大家同學就可以去想見 所以假的這個時間點 同學就可以就 就不用管他了 應該再畫一個叉叉 那也就是說假原來的這個5月15號 真正提出那個日子 基本上你就是可以把他忽略 他已經賺了 因為主張了優先權之後 他的申請日就會變成在日本申請案的申請日 就會跟德國一樣是2018年的1月5號 所以這樣子的結果 同學就可以看到情勢逆轉 變成假的申請案是比以還要早 所以在日本的這個用小花 用在香水的這樣子的一個 商品領域的一個商標註冊案的話 就變成是由某假能夠取得商標註冊 那這邊大家就可以去想見 為什麼他有一點點就是這個 我個人覺得他基本上是在某種程度去緩和 或者稍稍打破了屬地主義的一個這個界線 他就是在日本這邊 你可以把德國的申請案的申請日 作為在日本的申請案申請日 讓兩者之間稍微有一點掛鉤 但是優先權的制度只有到這邊 往下再走的時候 日本跟德國的審查各自都是獨立沒有關係的 所以唯一修先權 他在屬地主義跟獨立原則 他說打破的一點就是借用別人 其他國家的申請日把它借過來 就這樣子了 接著往下再走 有可能是某假後來走一走 他就覺得說德國我不想申請了 我不想註冊了 我把德國這個案子我把它撤掉撤回 就是我根本不要讓那個 德國申請案繼續走下去 會不會影響到日本的申請案 不會 一旦他援引了優先權日 他在日本的這個申請案 確定了開始往下走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又各自回到 屬地主義跟獨立性原則不互相影響 或者是後來德國日本都準了 結果後來有人就只覺得說 這個德國的申請案 這個商標權本身這段話 根本沒有識別性 或者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 或跟先前德國已經準的 這個商標的圖案 有一點點接近 想要把這個商標 講白一點就是把它打掉 認為德國的申請案不應 就德國的商標權不應該存在 所以有人這個 另外一個第三人把這個 某假在德國的這個商標權把它打掉了 讓他在德國的商標消滅了 會不會影響到日本的申請案 不會 所以優先權制度本身 他打破了屬地主義跟獨立性的這件事 他只有借用那個申請日就這樣子 之後大家又各自橋歸橋 路歸路 大家各走各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這邊會是透過這個國際間 我們試著想要建立一個 所謂的世界商標權難度太高了 一個商標權走遍天下太難了 那但是巴黎公約就說好吧 那我們至少第一步至少讓這些跨國企業 如果他要在其他國家去做不同的 這個商標註冊的時候 因為語言 因為時間準備上的一些這個關係 似乎會吃掉他一些時間 那我們是不是至少讓這樣子一個 因為跨國商標註冊 所做的那個行政準備工作 而影響到商標註冊的先後性的這樣子狀況 有沒有可能透過優先權方式去處理 這個會是在巴黎公約裡面 肯定說可以我們建立這樣一個制度 可以這樣子做 所以優先權制度本身 不僅是在這個商標制度 在專利制度也都有 那這邊當然有幾個重點 就是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我透過接著就用文字稍微去做說明 就其實講的內容 跟我剛剛講的是很像的 第一個就是那個間隔時間 不能超過六個月 也就是說你德國跟日本的這個申請案的時間 不能超過太久 因為這個國際間會覺得 六個月時間跟你準備應該是夠了 他在這個畢竟語文方面等等 他大概只有表格這個狀況 那跟這個專利權本身的那個優先權 就專利制度也有 各國之間的這個專利申請案 也有優先權制度 他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因為他制度上一些考量 所以這邊是第一個 我們剛剛就透過剛剛例子 就是直接說這個第一個國家的申請日 後六個月你要在其他國家提出申請 也就是用剛剛例子來講的話 德國跟日本的申請日之間的間隔 不能超過六個月 那效果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把德國的申請日 作為日本申請案的申請日 但除此之外就是回到各自的 屬地主義的原則 那所以同學可能可以用 剛剛所提到的 MISS WU 的那個個案來想一想 好 所以這邊會是 就是這個課程大家花一些時間 至少讓同學先了解 就是這個國際間的這個智慧財產 或者商標權本身 還是一個獨立原則跟屬地主義 好 那優先權制度同學了解之後 我們往下就是進入所謂的國際升級 就是我們這個世界這個智慧財產組織 WIPO本身他還是很努力的是說 好啦 雖然在屬地主義的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要考量到現在已經是 國際化的一個情況 我們怎麼樣建立一個比較簡便 我一個跨國企業可以透過一個程序 能不能很快的同時拿到很多國家的專利 商標權 也就是說我們要這個 準了一個商標可以行遍天下 這件事還沒有辦法達成 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是 讓一個申請案提出去之後 他可以同時讓這個商標申請人 在很多國家都拿到商標權 這個部分是已經現有一定的這個進展 那在討論那個制度之前 我們先很快的看一下 國際間就是一般的這個商標 各國商標的這個申請的情況 可能同學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數據同學 讓同學了解還有很多的那個數據 如果同學有興趣 未來實務上工作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找這些國際上一些資訊 他對於如果你要在很多國家 去做商標佈局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他的重要參考 從這個數據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商標權這幾年 他的重要性是增加的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見 商標申請數量本身來講的話 他的趨勢是往前在走的 就是他是往上去攀升的這樣子的一個這個情況 那投影片最後我們都會在 留在這個我們的教學網站上 所以同學就看一下 就有一些字可能比較小 那同學如果有興趣或者是課後的時候 請你們再仔細的再去看一看 好那這邊的這個WIPO在2018年 就是最新的這個一個資料本身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比較2007年跟2017的 整個商標申請案 你可以注意到WIPO在這個 右邊就同學這樣子看 現在左邊的那個圖的 這個圓柄圖這邊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他把它分成 就是把這個各國的 就是世界上各國的這個情況 把它分成三個區塊 就是可能是這個低度開發國家好了 同學可能可以這樣講 或者是說一個中度開發 中高度開發國家 跟所謂的高度的一個開發國家 這樣三個情況 他會注意到就發現在 2007年的這個商標註冊的這個狀況 跟2017年這10年的變化 你可以發現是說 這個商標的這個擁有跟申請數量來講 發現是在那個中高度的這個發展國家本身 他的數量是變多的 反而是這一些這個你可以說是美歐國家 就是已經這個經濟這個產業發展情況 比較趨於成熟的這一些國家本身 他的商標的申請數量 他是比較這個成長幅度沒有這麼大 那其實這是可以容易理解 因為大家可以去想見 這個像中國大陸或亞洲本身 有新的一些經濟的這個產業 一些新的經濟體一直覺醒的時候 那商標就會 當然他會申請的數量是比較多 所以這個大概跟符合大家的這個需求 那就大家預期的這樣一個結果 那同樣的這一邊的這個圖 大家可能可以看一下 WIPO 把它分成不同的這個國家別 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實亞洲本身在2007年 跟2017年去做一個比較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商標申請的數量的這個比例 本身是有很大幅的這個增加 那歐洲反而是可以看到比較清楚的 就是這個 對不起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截圖大概do my best的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對大家可以看到在2007年的時候 在歐洲的商品 在這個區塊圖裡面是佔18% 那現在是佔整個全球 如果我們去看他比例的話 他是比較少一點 那當然這個最主要被吃掉的就會是亞洲 那所以這邊同學從這些統計數據 你們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整個經濟活動的這個發展的情況 亞洲確實符合我們大家的這個 這幾年的這個理解或者看到的資訊 他確實經濟活動的狀況是比較活弱 那另外大家也可能可以看到商標本身 我的註冊我除了有商品 我們剛剛舉的很多例子 大概都是商品的這個部分 他可以申請商標之外 另外如果提供的是Service的這種情況之下 像長榮航空他就是一個例子 他提供的是一個載客的一個服務 所以跟那個蘋果是那個手機 你可以看到商品 我的商標是用在那個那個東西 那個Prada上情況是不太一樣 所以不管我今天所從事的商業活動 是一個賣的是一個有實體的商品 或者是我提供的那個商品本身是那個Service 是所謂的服務的這個項目 我也可以提供這個申請商標註冊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物的這個商品的商標本身註冊量 會比較多 主要原因同學可以去想見 大概在這個產業界的一個這個狀態 或未來就是假設是一個對一個 這個企業本身有長遠投資的這樣一個情況 慢慢的可以注意到 其實有時候往往是一個商品 大概就會註冊一個商標 所以一個公司本身像 微軟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Microsoft的這個 四種金來跟大家做說明的時候 微軟他手上的商標就非常多 他去做一些產品的這個區隔 所以這個商品的項目越多的話 當然他申請的商標數量會是多的 好那這張圖片 大家就稍微看一下就好 大家可能可以看一下 就會是在不同國家本身 他的商品跟服務他的比例 那某種程度就商標 所這個申請跟核准的這個比例 那大家可以想見這個比例的高低本身 你也可以凸顯出那個國家的一些 商業的一些運作的這個狀況 那這一張這個圖片的話 他就是基本上他是把它分成不同的 像是Health 公共衛生 或者是服飾相關 或者是運輸 那或者是Business Service 還有一些這個農業相關不同的產業領域別 他把他拉出來是說 這個找出了這個所謂的Top 10嗎 還是就是幾個比較大的一些這個 專利商標局本身 他去分析說不同國家 他的商標申請的 比較偏向哪一個產業領域別 那同學可以去想見這些資訊本身 對於日後如果同學真的 這個不管是自己創業 或在公司工作的話 他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這個 這個意涵就會是在於說 你們公司的target market是什麼樣 你所要了解那個target market本身 他這個你的競爭對手 或者是那個市場本身 多數的產業型態會是什麼 其實從商標申請的這個狀態 你就可以大概的去可以看到 甚至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這個發展意 2017年的這個情況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 我大概這幾年看的比較多是韓國 我就會注意到其實韓國在這個 這個公共健康或在服飾相關的這個 這個商標申請數量本身是多的 其實也可以回應到他整個產業的 發展的一些這個狀態 好那這邊的這個資料 大家也可能是稍微去看一下 他同樣就是 就大家可以去想見商標申請是需要時間 你地件進去之後主管機關讓你真正拿到商標的時候 他需要一些這個時間 還有你是不是一定能夠拿到商標權 有可能主管機關到底審核的標準是寬或嚴等等 可能這一件事情 當然業界可能一般的代理人就是這個 專業工作者他會比較清楚 但是如果想要一般性的這個了解這個資訊的時候 WIPO他也有統計 這邊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就是核准的比例跟駁回的這個比例 那另外下一張圖同學就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提出一個商標註冊 我需要繳規費 幹嘛 但我提出一個商標註冊 到底要多久可以拿到商標權 假設回到剛剛講的星宇航空 這個張國榮先生 他想要他的航空公司要開始去operation 開始去營運 那他到底要需要多少時間來準備這些商標註冊 所需要的一些時間跟工作的這個 跟當地主管機關溝通的這個時間 同學從這張圖表裡面就可以看到 有些國家本身他可能 提出這個商標註冊之後 你的商標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那當然這也會跟國家的一些效率會有關 像這個EYPO他基本上這個他的這邊是Date 就是你拿這個提出申請 拿到商標的時間非常短 那當然這跟主管機關有審核你的商標 要不要給的這件事 他的審核的密度 還有他的整個內國的商標法規定 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數字少不見得代表就說 這個國家很有效率 他在某種程度也會代表 有一些商標的註冊各國之間 他其實是有一些法規上的一些不同 所以可能呈現出來他會比較容易拿到商標 但是不單純是所謂效率的問題 所以這邊可能是跟同學稍微做說明 所以前半段就是讓同學稍微了解 就是說在屬地主義之下 每個國家的商標核准跟這個 申請的一些狀況是什麼 其實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現在的網路使用都非常方便 你們大概透過網路都可以找到相關的資訊 那這個對於未來真的是想要做一些 品牌經營的時候 他其實是可以提供一些背景知識 或者是一些business plan 一個很好的一個參考資料 好那往下我們就要跟同學討論的是說 屬地主義很麻煩很討厭 優先權看起來雖然有一些好處 但是如果我今天就是想要把事業做大 而且我這個透過網路的方式 我的商品就可以賣到很多地方 那這個我所有的這個金主 很多的創投或者一些資金 募集到一些資金的這個提供者本身 都覺得是說他可以好好的去經營 所以我應該要把商標這件事做好 那可是如果要去申請這麼多商標的時候 好麻煩喔 我到每個國家去註冊很麻煩 同學可以去想見他基本上一定有很多的缺點 就第一個錢花錢到每個國家 第二個花時間 第三個語文 你對每一個國家都要去這樣子提出 這個商標註冊的時候 你的語文還有各種的這個時間本身 他都會耗費你很多的這個心力 然後你可能假設你真的要到每個國家申請的話 很可能你需要去找那個代理人 就是委託當地的這個專利師商標師 就是法律工作者幫你去提出申請 那當然這個費用就是很高 那我看到最近的一個新聞是說 美國的這個專利商標局 我覺得他們很會替他們的 這個法律工作者創造就業機會 專利商標局好像最近Announce 很可能想採用的一個做法 是未來在美國申請商標 一定要委託美國的代理人 就是現在以現在 我大家看了我才知道說 以現在如果在美國申請商標的話 你不一定你可以在台灣找一個 這個選手美國商標申請程序的一個 這個律師或專利師 然後幫你去做一些這個處理 那你可以拿到美國商標 那看到美國USPTO本身 他最近宣佈的一個可能想要採行一個措施 就是現在已經在眼裡應該會往這個方向走 就是以後的商標申請 在美國商標申請一定要找美國的代理人 那這邊大家就可以想見 那個費用就會變高 因為美國的那個法律服務業的那個 這個收入就是他的那個 這叫什麼支出就是你要聘請他 他就是那邊的那個專業是無價的 是那個真的是那個價值的價 台灣我也覺得是無價 但有時候會讓你覺得是那毫無價值的價 那美國的那個你如果委託那個奧利瑞 因為他們很多大概都是一個小時付費 那個是費非常非常高的 就在台灣我後來大家才知道說 像台灣我們大家所知道幾個大事務所的 那個奧利瑞本身在美國 大概都只是畢業兩三年的那個律師 一個比較junior 甚至是associate的那個律師的這個收費 其實就已經比我們這邊高的 所以這邊大家就可以注意到 就是說如果你要去每一個國家提出商標申請 假設你都要每個地方都要委託當地人 他可能比較熟悉要溝通啊 因為他的主管機關網的文件在德國 他就丟德文過來 那你如果這個台灣的代理人 沒辦法處理德文文件的話 你勢必還是要找當地的人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去想見 在每一個國家都提出商標申請 好麻煩喔 好花時間喔 好花錢喔 然後可能到最後大家就覺得說 那就不要了 那有沒有更簡便的方法 由在WIPO 這邊就是 剛剛這個這一門課的時候 一再跟同學大家提到一個所謂的WIPO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他是智慧財產非常重要的一個國際組織 他本身就一直在努力 希望能建立所謂的世界商標 也希望能建立所謂的世界專利 但是這個距離還非常非常遙遠 好嗎 但是至少他有一直在努力 那現在確實有一些進展 所以這邊的一些基本的這個背景 大家同學就看了一下 那至於台灣是所謂的WIPO的成員嗎 同學從這邊就看一下 就會知道說巴黎公約 博恩公約 地約國 我們都不是 因為這兩個國際公約都跟聯合國有關 那這個台灣本身的國際地位 然後聯合國的會員 或受到WIPO大會邀請的 基本上是難度比較高 所以台灣本身 我們不是WIPO的這個成員 所以很多國際間的一些國際公約本身 至少在智慧財產權領域裡面 我們是不能夠 這個在跟其他國家有比較密切的一些 這個往來 那優先權本身的話 他是定在巴黎公約 同學可能就說 老師你剛剛講優先權是在巴黎公約承認的 那我們不是巴黎公約的地約國 那台灣我們有優先權制度 我們可以適用優先權嗎 那只能說幸好 應該叫幸好 我們加入了WTO 我們是WTO的會員 透過WTO的有一個TRIP協定 就是一個這個智慧財產的一個協定 今天應該沒時間提 但他也是比較智慧財產一些制度 所以我覺得可能就不跟大家做討論 就他的簡稱就是TRIPS 旅行的那個TRIPS 他是一些英文字的這個簡稱 透過WTO的這個TRIP協定掛鉤到 因為他裡面有refer到巴黎公約 所以台灣是因為我們是WTO會員 那WTO會員裡面的這個國際公約 再把他掛到巴黎公約 所以我們才可以適用優先權的這個制度 那除此之外的 其他的一些這個 這個國際的智慧財產相關的制度 假設是這個台灣本身的企業 或台灣個人要去依循相關程序 等一下講的商標的馬德利申請程序的話 就基本上會是有困難 你必須要在當地就是在他的締約國 像是中國大陸或者是美國 像日本等等 你可能一些子公司 或在當地你有一些合作的這個機構 你用共有的一些方式去提出來 所以這邊會是這個確實實務上的困難 所以也會是說我看了很多WIPO的報告 終於發現有一個報告在提到台灣 但是看到的時候其實讓我有點難過 因為我們是小小的3% 但是我們就是可以凸顯出 我們其實在智慧財產累積上 還是有一些距離 好 那WIPO的這個他所遐下 就是這個國際組織 他管了很多的這個 智慧財產的國際公約 我就不細談 就他涵蓋的是著作商標專利都有 那我這邊就是可能有稍微用什麼P T或者C 應該有C吧 有C吧 就C很有看到 那個其實就不同的智慧財產 我只把他分類起來 就C一定是copyright 就這個國際公約是跟著作權有關 那如果T的話就是Trade Mark 他跟商標有關 那如果是P的話 就是跟Pattern 就是跟專利有關的這個國際公約 所以WIPO本身是所有的智慧財產權 你們不管日後就是只要上到 或討論到任何跟智慧財產有關的議題 都會大概都會提到WIPO 因為他是一個國際間 非常重要的智慧財產組織 那同學可以注意到 比較多的反而是P跟T等等 主要的原因是各國的屬地主義之下 我要拿到專利權 拿到商標權我一定要申請 那每一國申請的話 那個程序會比較複雜 所以WIPO花比較多的時間 再讓各國的那個申請程序怎麼樣 還有各國主管機關的合作 能夠把他這個 國與國之間的邊界把他給消弭掉 所以有比較多的國際公約在處理這件事 所以細節我就不跟同學做說明 那這邊提到了商標最重要的一個 所謂的國際申請的一個程序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蘋果公司 新宇航空 或有同學的這個想經營的平台業者 或你們想在網際網路 自己開公司等等 假設你想要在很多國家 去申請商標的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除了到每一個國家去 起初商標註冊的話 我有沒有比較簡便的方法 這邊這個簡便的方法就是WIPO 他說這個主導的這個商標有關的 一個國際申請的一個程序 就是這邊所謂的 馬德里國際商標註冊的一個制度 那這邊會是透過兩個國際公約去處理的 同學不用管的這麼細節 總之就是在商標的國際註冊本身 WIPO 提供了一個 馬德里國際商標註冊的一個程序 也就是說我透過這樣一個程序 可以讓我提出一個申請案之後 我在很多的國家 只要是馬德里國際商標註冊的 這個國際公約的會員國、締約國 我都可以在我想要的那些國家 拿到我的商標註冊 所以他減緩了大家去每一個國家 提出商標註冊這樣很麻煩的一個程序 所以這個國際公約本身 大家就可以聽到他的重點是在 協助大家對於跨國的 很多國家的商標註冊的 申請跟取得的程序 他只有簡化這個 你拿到的還是每一個國家的商標權 有沒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既然拿到的是每一個國家的商標權 也代表的是每一個國家的商標權 最後往下發展 他的有效性被打掉 A國被打掉或被影響到B 原則上應該不會 所以這邊會是一個 國際間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創設出 或建立一個各國之間還沒有辦法 得到一個共識有一個compromise 說我們建立一個所謂的世界商標權 那我們能做的現在能做的就是 我有一個程序是讓一個企業 如果要在很多國家提這個 拿到商標權的時候 我有一個程序是讓我比較簡便的 拿到很多國家的這個商標註冊 所以這邊的馬德里商標的 國際商標註冊協定 目前的公約定約國是有119個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見 對一個所謂的跨國企業 像蘋果或者是像Amazon 或者是亞洲很多新興的一些 企業體本身 他的這個市場就在全世界的時候 很可能這個最適當的 對企業的這個經營模式來講 尋求商標註冊的一個程序 馬德里國際商標註冊的一個程序 就會是一個重點 那你一下子透過一個程序 你就可以拿到很多國家的這個商標權 所以這邊大家再三強調的會是 他只是一個申請跟取得程序的一個簡便 你拿到的還是每一個國家的商標權 所以屬地主義跟獨立性原則 他並沒有被打破 好那這邊的這個這一張圖 馬德里商標註冊 他的概念就是很簡單 就是我們這張圖裡面透過幾個圖表 就讓大家知道 第一個如果我想依循馬德里 就是商標國際商標註冊程序 取得很多國家的商標註冊的時候 我該怎麼做 第一步當然是你必須要找一個 Local 的IP Office 我必須要找到一個國家的專利商標局 就商標局啦 在那邊提出商標申請 所以剛剛提到 台灣因為不是這個WIPO的會員 所以我們直接舉例假設 今天我們選擇的是日本 我必須先在日本 把我的小花的圖樣 在日本的商標局提出申請 提出了申請 有一個申請案掛在那邊 就是說受理了之後 就是那兩個協定跟定數有點不同 但是我大概講 目前影響力比較大的 這樣一個這個制度是 只要有一個申請案掛在那邊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我也主張說 我要申請馬德里商標的 這樣一個協定的時候 那就會把這個申請案轉到就是 由國際 WIPO 的有一個國際商標 註冊的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就是WIPO本身 那當然這時候 申請人本身就會 當他主張要申請 所謂的馬德里商標註冊的 這樣一個程序的時候 你就要說 我想要在哪些國家取得商標權 119個這個國家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去想說 我要在哪些國家 我可能不想要在每個國家都有商標註冊 因為同學永遠記得商標權是要錢的 同學說那當然全部把它吃下來 這樣不是好啊 好好好 只要你有錢 什麼都好 但是商標取得要錢 然後那個年費他還要maintain還要錢 所以智慧財產是花錢的 那但是這個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投資等等的 這樣一個這個情況 所以這邊也會是說 其實在台灣為什麼智慧財產 我們其實在產業界 他是被高度忽略的 甚至主政者 其實開這門課 我其實也很希望是同學 有一天如果能變成某一個產業 或者是某一個 政策的一個主導者的時候 你們在推動什麼AI啊 台灣在講AI啊 blockchain啊 還是什麼生技生醫產業啊 還是whatever 任何什麼5G 4G 任何產業 我們在看到很多產業政策在推動 政府都提出這個推動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 產業政策裡面都是說 我們要如何補助研發 我們要如何讓產業有租稅優惠 我們讓產業有如何的什麼開拓市場 提供他一些什麼Service 你永遠注意到 其實智慧財產是被 在整個產業政策裡面 是沒有包含在裡面的 同學可以想見 產業全部起來了 研發成果也出來了 可是如果沒有專利權 沒有商標權 我們能幹嘛 我們就只能繼續的代工 所以會希望同學 有一天當你們變成 這一些的產業政策的一些 推動者跟主政者 或者是你們是個別企業的時候 請你們要把智慧財產放在心裡 他會是一個長久下來 他應該是一個需要投資 或需要被重視的一個領域 好那在WIPO的這個組織 我們說當你要申請 馬德里那個程序的時候 在WIPO的那個程序本身就會說 你要在哪些國家取得這個商標申請 那這個時候WIPO他會先做刑事審查 他的刑事審查只是對你商標申請案的分類 還有一些就是比較刑事上的東西 他不是實質地去審查 這個商標權該不該準 他做了一些刑事審查 他覺得說沒有問題喔 你這個申請案OK了 他就會把你這個申請案 Pass到每一個國家去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會轉到不同國家的IP Office 可能你有主張德國、美國、法國 一大堆國家 就把他Pass過去 那由這一些的國家本身 去做審查、實質審查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見 對申請人來講他基本上 他不需要直接去拉到每一個國家申請 他可以依循這個程序就 自然在這些國家的申請案就會丟進去 審視基本上會讓他非常非常的審視 而且瑪德利的商標註冊 既然是依循WIPO的程序 他就是適用WIPO的官方語言之一去處理 就基本上是可以的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個國家的這個專利商標局本身 他再去進行實體審查 而且在瑪德利商標註冊協定 這個註冊程序本身 他就有規定是說這些國家原則上 你必須要在18個月內決定 你要不要給這個商標權 就是後面有稍微提一下 用文字的這個方式去描述 大家可能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所以這些國家如果他受理的這個申請 他覺得這個商標不應該準的時候 他必須要在法定的期間內說 對不起你在我們這邊的商標註冊 不符合我們這邊的要求 所以我不能給你 所以瑪德利商標的 國際商標註冊的一個制度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在於說 他讓你程序比較簡便 然後每一個國家的商標 這個主管機關本身 你要不要準這個商標 他也有這法定期間的限制 你如果超過那個時間在主張就 對不起太晚了 主管機關有意見你要及早表示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見 如果對一個跨國企業 時間是很重要的 我企業的佈局我要知道我什麼時候 有這個智慧財產權 瑪德利商標協定 至少這樣子的一個商標註冊程序 讓企業在經營的時候他可以預測的到 無論如何我在18個這個月內 有或沒有的這件事 我都會很清楚的被這個告知 跟了解那個商標註冊 在每一個國家的這個狀況 所以這邊我是用文字的方式 很簡單的跟大家做說明 就第一個你必須要在先在會員國 提出一個商標註冊的 這個申請案就是要有一個註冊案 那這邊強調的會是在目前 雖然國際間有兩個不同的 這個申請程序等等 其中有一個國際 依循其中一個瑪德里的那個 國際的註冊程序本身是要求你一定要在 那個國家拿到了商標權 才可以進入到WIPO 那目前比較廣為使用的一個 國際註冊的程序是 你只要一個申請號掛進去了就可以了 那個國際程序就可以開始起跑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見為什麼我說 跟同學介紹的是現在比較被廣泛使用的 因為他比較簡便 對一個企業來講 我只要現在日本提出了申請案 雖然日本還沒有準我商標 沒關係我的國際程序 同步的就可以開始在進行 在其他國家的實體審查案 就可以趕快的進行 而不是要等到日本準了我商標之後 我才能夠繼續開始往前走 所以這邊會是有不同 那但是國際間目前比較 用的比較多的會是在意定書 就是只要有提出註冊的申請案就可以 不需要核准 然後接著就是WIPO的這個註冊局本身 國際事務局他會做刑事的審查 那刑事審查完了之後 他就會把申請案轉到被指定的國家 由那些國家進行所謂的實體審查程序 看看是不是符合那個國家的 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的這個要求 或者是符合所謂的識別性要求等等 那這些國家本身無論如何 必須要在18個月內表示 如果要拒絕 假設18個月沒有做任何意見 你就拿到了那個商標權 所以他基本上也會是 讓這些國家給他一些壓力是說 你如果對這個國際商標的這個註冊案本是有意見 請你必須要在18個月內說話 你過了這個18個月就是 這個商標權的這個取得本身就是確定了 好 所以這邊會是這個大概的這個程序 那另外你所拿到商標權的話 目前這個用的比較多的那個程序的話 就是10年內是就是有效 那當然就可以再延展 就這一點來講的話是跟 這個台灣的這個各國的商標制度 是基本上是很接近 就是你給你10年的商標權10年期限 10年期限過了之後你要再延展 就是再付錢讓你的商標 如果你覺得他還是有價值 你要繼續保留的時候可以繼續留下來 好 那比較重要就是我再深強調的 透過瑪德里商標註冊程序 所拿到的商標權 還是一個各個國家的商標權 不是一個商標權 是很多國家的商標權 這一點同學需要去了解 那這個同學如果可以了解的話 再往下去看他後續的那些的這個程序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個屬地主義獨立原則全部跑出來 那這邊在這樣子的一個國際申請程序裡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是一個所謂的5年的一個期間作為分界點 也就是你透過瑪德里國際商標註冊程序 所拿到的這個商標權 假設你勾選了50個國家都要取得商標權 然後也很順利的在18個月內 沒有一個國家提出異議 在實體審查之後沒有提出異議 所以你在50個國家裡面都拿到的商標權 你非常高興 所以你有50個商標很快的你已經拿到50個商標 非常省事 那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這個制度 會是在5年內如果有一個國家 這個後來有人就拿到的商標權 這50個就拿到商標權 但是拿到了商標權之後 有可能事後有人開始在賣東西 有人才覺得說你這個商標權 根本是跟我的商標很相近 會造成我的消費者跟你的消費者 我們兩個客戶之間搞不清楚 到底誰賣誰的 所以有可能會有人打掉商標權 在智慧財產權制度裡面 拿到了之後不就是 不是永遠的安全了 有人就會去把他打掉 像剛剛講的星與航空的這個情況 旅行社已經去申請了商標 後來有人覺得說 你根本沒資格拿到商標 我要把你打掉 他去打掉這個商標 有可能這個商標權就會是沒了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拿到商標權之後 馬德里商標註冊程序的 拿到商標權之後 5年內如果有人在某一個國家 打掉了這個商標之後 他就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商標權 因為我是透過一個程序 然後讓我拿到50個國家的商標註冊 所以如果有一個國家 事後後來被打掉的時候 你的商標權 其他國家商標權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邊會是所謂的重屬性 所以商號這邊又會跟那個屬地主義 感覺好像說 老師不是各個國家商標是獨立的嗎 是 可是因為你拿到各個國家的商標權 是經過馬德里商標註冊的程序 所以在這5年期間內 你還是大家彼此還是有一些關聯性 的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超過了5年 大家的商標權就完全回到了獨立 屬地主義的獨立性 有一個國家打掉了商標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49個國家的商標權 不會 所以他會有個5年的一個這個界線 所以對於跨國企業同學就可以去想見 跨國企業同學可以想一想 為什麼像微軟這樣一個企業本身 他會有一個施立成這個施總經理 他一個法律人能夠在這樣一個企業本身 擔任一個非常重要的主管 甚至微軟或很多跨國企業本身 他都有所謂的智慧財產權部門 那個智慧財產權部門是在做什麼 他就是在觀察觀測 一旦有競爭對手的這個商標提出來等等的時候 這個時候 而且核准的時候我就要趕快去表示意見 像這個5年他就是很重要 所以確實某一些國家 某一些企業本身他就去monitor 在5年內我就盡其可能的 先把我競爭對手他想畫下的這個大餅 想圈下來的那個商標權 我能不能試著有一些機會把他打掉 方便以後我們在後階段 如果沒有這個商標權的時候 我們還有這個我們的競爭的話 就是少了這個商標權作為一個這個阻礙 所以這個會是瑪德里商標這個協定的一個 這個或者意定書本身 他的註冊商標註冊的一個程序 所以這邊同學大概可能用剛剛講那個圖表 大概同學就是大概了解他的這個程序 那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細節 但是我想這一部分我就覺得在這門課上 可能不需要跟同學討論太多 那同學大概知道幾個關鍵字 就是只要有申請案就好 然後一定要再向瑪德里商標的這個 國際註冊的那個締約國去提出申請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一個 所謂的五年的這個 重屬性跟獨立性的這樣子一個制度 同學大概了解到這邊 我覺得概念能夠掌握就好 好那往下也是同樣 我們就看一下瑪德里商標註冊的一些 這個狀況這個會是這個WIPO裡面統計 也讓同學稍微了解一下 在國際的智慧財產的一個保護的這個制度本身 我們很努力的建立有沒有很簡便的 申請的這個程序 國際間有做一些努力 但是這個努力都只有 目前為止都只有在申請取得端 能夠比較簡便 所以在一般的專利商標 還有其他智慧財產類型裡面都有 那大家可以看到 瑪德里商標註冊的這個程序本身 在不同智慧財產權類型裡面 他其實被使用的頻率跟重要性是非常高 從這個圖裡面 同學可以跟不同的智慧財產權去做一個比較 那另外同學也可以去看一下 在亞洲國家本身來講話 在商標註冊的這個部分 依照瑪德里商標註冊 這樣程序去走的 他這幾年的那個重要性 比重上來講話是非常的高 同學可以看到就是斜線的部分 那其他國家所佔的比重 反而是比較小一點 好那另外就是依照瑪德里商標註冊的這個程序 同學可以看到在這幾年 這樣子的一個國際註冊程序本身 它的重要性 從2009年來大概也說是一直往上攀升的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狀況 而且大概幾乎是每年是所謂成長 就是適用這樣的程序 來取得商標註冊的申請案是越來越多的 那唯一大概就是在2009年的時候 是有那個消退情況 那這邊如果同學有興趣的話去找一下 2009年老師沒有仔細去查 我猜一定是 剛應該是那個時候是有些金融風暴 等等的那個時間點 所以它會影響到 整個產業界的商標的這個註冊 所以商標權它其實是一個 有趣的自衛財產權 就大家可以去想見 它其實會跟那個產業的脈動 其實是有密切的關聯 你去看商標一些數據 你大概去了解那個經濟的情況 甚至如果有興趣 你去分析說這個公司本身的商標 或專利的申請的數量多跟少 其實都可以某種程度都可以預測 他未來三五年的那個營收狀況 或者是他的這個 就是可能他的商品 到底有沒有新的商品 他值不值得投資 講白一點是這樣 老師有認識一個老師 一個理工科的老師 他就在寫程式 在分析美國的這個專利 分析結果說老師這個程式很好 他說訴訟的結果 對這個專利的有效性的一些影響 跟這個對公司的影響 我說老師這個很好 我怎麼樣連結起來 讓我來做研究跟寫文章 我說老師你怎麼會有興趣做這個 他說我要決定用這個程式來投資美股 我突然就覺得說 還是老師有生意頭腦 我想到的只有說怎麼樣來寫paper 來研究這個企業 那老師就說他其實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智慧財產他可以 他有很多的這個經濟 還有其他不同產業 可以看到的面向會是不太同 好那這邊也是WIPO有一些這個資料 大家可以看到2017年 本身哪一些國家 依詢瑪德里的這個程序 申請的最多 同學覺得誰 哪一個國家申請的最多 同學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瑪德里上面要注冊在2017年 這個2018我昨天update一下 沒有還沒有找到這個資料 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的申請量還是特別的多 那德國也是很多 那亞洲的中國 當然這個中國大陸那邊 申請的數量也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邊大家可能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哪一些國家本身 申請或適用依詢瑪德里 這個國際商標註冊程序 取得商標權的一些這個數量 好那至於台灣 或者是企業個別 可不可以去申請 我剛剛已經提了 我們這個基本上 因為不是WIPO的這個訂閱國 本身會是有困難度 那同學覺得哪一個產業別 本身申請用瑪德里商標註冊的程序的 比較多 好讓你們心中想一下 沒有時間問同學了 就是直接這個帶出來 同學可以看一下 就同學可以去想見 Computer跟這個Electronic 應該是可以想見 因為那個電子相關的這個產品 還有一些服務性的 然後另外同學可能可以看到 這個藥品相關的 也會是在這個他的統計裡面是說 依詢這個國際商標程序裡面 取得商標權的這個產業別裡面 可以看到在醫藥相關領域是有的 就同學可以去想見 原則上這一些產業別大概也代表 你要依詢瑪德里國際商標註冊程序 所代表的是你要申請國家是比較多的 那也代表是這些產業 他的國際化基本上會是比較高 那藥品本身同學可以去想見 基本上是 那他為什麼要依詢這個程序 或藥品為什麼他專利數量是多 可以回應到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每一顆藥大概都有一個單獨的專利 商標 對不起 就同學可以去想見大藥廠 大家所聽過什麼GSK 輝瑞等等 他公司本身有自己的商標 但他每推出一個藥 那個藥本身單獨有一些商標 而且藥就是要賣到全世界 所以這邊大家也可以看到 從產業別裡面 依詢這個程序 可以看出他的國際化的程序 那至於企業別 同學有沒有猜 哪一個企業 依詢瑪德里商標註冊程序 的是最多的 你們可以自己先想一想 可能同學想的是蘋果啊 什麼之類的 因為這門課高度在講這些企業 但同學如果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 跟同學想的不見得是一樣 他可能是就是有關化妝美白 然後還有藥品 回應到我剛剛講的那個Novatis 然後Apple當然有上榜等等 就是這邊也會代表說 這個企業本身他的這個跨國性等等 對商標的多國的這個取得保護是多少 好那最後本來我想 最後用這個例子 來跟同學做說明 同學如果有興趣 你們可以用這個關鍵字去找一下 蘋果公司當時在推出iPad的時候 他要在很多國家 提出商標註冊的時候 同學可以去想見 當我要依循 馬德里商標註冊程序 在50個國家商標註冊 要去提出申請的時候 你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去了解這50個國家 是不是有類似 我想申請商標註冊的 已經有申請案在那邊 如果有 你去申請那個一定沒有救 所以新宇航空當他要申請50個國家的時候 他應該要先做的事情是 去稍微去了解 然後會發現說 搞不好我這個我想用A圖樣 在40個國家都有已經註冊了 那我就要放棄A 我就要換成B 或者是我選擇C 雖然不是很完美 但是可能只有10個國家有人先註冊 我可不可以跟這10個國家的人 先喬好買下他的商標讓你給我 所以當你要做國際註冊的時候 你需要有一些準備工作 而且這個準備工作要先做好 否則你50個國家錢丟下去 最後是肉包子打拱 這個大概是在申請策略面的這個部分 就是最後用這個部分來跟同學收尾 好 那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邊